哈喽姐妹们,我又来讲这么东西了 这个哭包哥竟然被女装大佬给绿了 女装大佬还当着他的面向他老婆求婚 这什么修罗场啊 这个从节目一开始就哭哭啼啼的哭包哥 他的老婆就是这位蛤蟆姐 两人认识两个月就结了婚 后来蛤蟆姐怀孕,剩下了一个女儿 主持人说到这里,我们的哭包哥已经哭得满脸通红 悲伤的不能自已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两人的关系极准之下 他的老婆转头就去找了个小三 具体长这样,竟然还是个女装大佬 这事搁谁身上不难受啊 说到这里,哭包哥又伤心的抹了一把心酸泪 哈马姐还说,他们的女儿根本就不是哭包哥的孩子 这给他脆弱的心灵上又扎了一刀 隔着屏幕,哈马姐还在对哭包哥开嘲讽 哭哭哭,就知道哭 一天天的能不能有点羊羔之气了 对此,哭包哥不予回应 坚持认为女儿就是自己亲生的 哭包哥和哈马姐在一起两年 哈马姐非常大方且自豪的承认了自己出轨 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下巴上颤抖的脂肪都透露着离谱的自信 现在他们分居两地 哈马姐和女装大佬如花住在一起 哭包哥甚至见不到自己的女儿 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没法陪在孩子身边 说到这里,哭包哥又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哈马姐直接冲上舞台开骂 你哪儿的脸说的是你的仔 你每天出了哭还能干些什么 你居然还说我把孩子偷走了 这孩子明明就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主持人赶紧用提问打断了哈马姐的持续输出 那你是怎么看待自己和哭包哥的婚姻的呢 哈马姐说我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我都想穿越回去 打算当时要嫁给这个幼稚鬼的自己 当时我就是太急着找自己的白马王子了 嗯,所以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那位 就是你找到的白马王子 啊不,公主吗 这是主持人又问 所以你不只找了他一个 对啊 哈马姐点头承认 当时老娘就是和别人睡了 这个哭包男根本就不是孩子的爹 我心爱的如花才是 好家伙 这孩子要真是他的 那孩子不得以为自己有两个重量级母亲啊 哭包哥气得又飙了嘞 你说孩子他爹是如花 你怀孕的时候他在哪里 你剖妇产的时候他在哪里 你孩子买高级婴儿车和安全座椅的时候他在哪里 这些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买的 但是如花说 自从哈马姐带着两个月的孩子和哭包哥分开 就一直是自己在照顾 是哭包哥要来拆散他们的家庭 他和哈马姐过得非常幸福 如果他早一点遇到自己 根本就不会嫁给这个哭包 哈马姐表示 如果孩子鉴定出来不是你的 那就请你麻溜的滚出我的生活 哭包哥也答应 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就立马离婚 听到这话 我们的主持人终于取出了鉴定报告 亲自鉴定证明 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确实不是哭包哥 哭包哥哪受不了这刺激 当即累撒眼播听 哭到崩溃 哈马姐激动得原地乱蹦 浑身上下的肉都在跟着他一起颤抖 更离谱的是如花此时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了戒指 直接现场求婚 最开始戴戒指 还因为太激动而戴错了指头 麻烦你们俩收点一点 怎么当着哭包哥的面就亲起来了 我的个老天爷 今天也是被刷新了三观的一天呢 好啦 今天的Drama综艺就讲到这里 想看更多内容 别忘了关注我 你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